持续超过一周的暴雨 造成中国大陆南方十多个省份出现严重水灾 重灾区江西省干州的被困村民向外界呼吁 他们的食物、水电严重缺乏需要救援 仅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等六省 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8人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6.4亿元人民币 受灾户高达300多万户 受暴雨影响的地区 还有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、云南等多个省区